你好朋友,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设置Google账号和YouTube频道 首先YouTube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平台 即便您不想利用它赚钱,也可以用来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比如记录出游玩游戏生日Party的视频,上传给亲朋好友随时重温欣赏 这几乎不需要任何花费却能带来许多乐趣 其次,拥有个人YouTube频道相当于在网上搭建了一个互动舞台 未来如果想开展与视频相关的工作 比如做YouTuber或者主持人 一个有历史记录的个人账号将可为你提供参考素材 这对你的未来职业发展很有帮助 再者,Google账号不仅可以登录YouTube 也可以同步联系人信息、照片、文件到云端 方便自如地管理Android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 还可以将你感兴趣的内容通过订阅功能及时获取 这些都属于免费的附加服务 你也许担心隐私保护的问题 在YouTube设置视频权限时 我们有很多选择可以灵活控制观看范围 第一种是公开视频,public 任何人都可以在YouTube搜索找到并观看 这对内容分享效果最好,但隐私性欠缺 第二种是限定只有你的订阅粉丝 可以看Unlisted 这就与公众分享有一定区隔 第三种是限定为四密视频 private 只有你本人能观看 这就是完全隐私的保护设置 设置视频为四密后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链接分享给特定的观看对象 这也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共享选择 所以朋友们不需要太过担心隐私泄露问题 YouTube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权限选择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习惯随时进行调整 希望这能解答你的疑问 所以创建Google账号和个人YouTube频道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 操作简单 服务免费 给你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投入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提出来一起讨论 感到感叙远超过优优优独播剧场OFT 需要另一个 hatsina 看看